过日突然降临 你被困在家中 系统突然响起 恭喜宿主觉醒取妻多子系统 必须发展自己家族 系统会奉上丰厚奖励 否则宿主原地隔屁 正在做梦看女神的你 听到系统的声音 立马坐了起来 嘴角不自然地大笑起来 末日金手指 谁有谁得进 拥有二十年网文经验的你 发现了一个问题 想要获得金手指加成 必须被女友甩了 而且是那种简单的一个信息 我累了 以后不要联系我了 说完后就删除拉黑的那种 重生归来 你决定强势回击 去探马的爱情 隔壁姐妹花不比 那个白莲花香吗 正当你一份甜蜴之时 隔壁姐妹花敲响你的房门 你一看是安哥安无姐妹 他俩是你的合租小伙伴 为什么和你这个 穷得叮当响的人合租 你曾无数次问过 自己这个问题 难道是这俩人不喜欢一行 难道是 末世来临 你也管不了那么多 重生后你要站起来 试弯的给他掰执 拿我的全都还回来 正当你独自畅想之时 姐姐安哥突然说道 铁柱 你看外面了没有 怎么会这样 现在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我们最好就是待在房间 不要乱跑等待救援 现在外面都这样了 会有救援的人吗 这个我也不确定 先等等再说吧 姐姐安哥是一名白领 妹妹安无是一个艺术舞蹈生 今年大四马上毕业 你看到两人慌乱的模样 安抚了一阵后送走两人 回到房间后 你急忙打开系统 系统 这系统取其的标准是什么 必须领征吗 从来都没有见过你这么二的宿主 我有点后悔绑定你了 末日都降临了 你去拿领证 只需要女方真心实意在一起 并愿意为你生猴子就行 你听到系统的话后 本来有点生气 狗系统竟然敢骂你 但是回头一想 自己确实问得有点一和三的中间 最主要的是不需要不需要 而此刻安哥安无姐妹俩的房间 两个人现在有点凌乱 因为姐姐是上班族比较忙 妹妹是舞蹈生 本来控制体重是很少 两个人家里根本没有食物 这末日突然来临 可把两人给拦住了 虽说吃的少 但是也得吃啊 姐姐 要不然我俩出去 看看能不能找点食物 这不行了 你没看到外面那么多丧尸 我俩出去肯定回不来了 我看冰箱里还有食物 那些都是铁柱哥哥的 我一会问问 看他能不能分我俩一点 十个小时以后 姐妹俩饿得实在不行了 只能去找你 正好你在客厅给美女点赞 铁柱哥 你能不能给我俩点吃的 我们一天没有吃东西了 饿得实在不行了 你看到安家姐妹的样子 想着开支散叶就凭你俩了 怎么能让恶瘦呢 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好 什么大能生小子 况且要想得到他的人 必须先得到他的心 当然可以 不过冰箱都是生龙食材 你俩也不会做饭吧 等一会 我做成俩菜 咱们喝点 你温顺的样子 姐妹俩看了感动的想为你献身 末日食物当然最重要了 姐妹俩本想你会要求点什么 没想到你不仅不要还主动做饭 可是他俩没想到你技高一筹 最终还是成功拿捏他俩的心 所以看到这儿的你先别自哑笑 提醒你一下 谈恋爱保持清醒张弛有度 千万别做那傻狗 二十分钟后 你做好了三个菜 姐妹俩刚开始还有点筋齿 可当闻到你饭菜的胃度 狼土虎燕一会就吃完了 冰箱的食材也不多了 仅够我们三个 为时两天 先等等再说吧 安家姐妹也没说什么 因为他俩不知道怎么办 现在也只能靠你了 两天后 姐妹俩的房间里 妹妹安无恶的起步来床了 姐姐 我感觉我快不行了 饿得我的胃好痛啊 安哥看着妹妹的样子 也是心疼得不行 他知道你那里还有食物 但是末日你能把冰箱的拿出来分享 做得已经人之意尽了 所以他并没有对你房间的食物 打任何主意 但是看到妹妹的样子 又忍不住来到你的房间 铁柱 我俩一起出去找食物吧 小五饿得不行了 如果你不想出去 那等我出去后 你帮我把门用沙发堵住 你现在饿成这样 风一吹你就倒了 出去不就是找死吗 你应该知道 我这里还有食物 我知道 可你既然没拿出来 说明就是不想给我们 之前你把冰箱里的食物给我们 已经够意思了 我也不会贪得无厌 安哥是个内心要强的女人 父亲是个酒鬼 母亲跑了 自己一个人把妹妹拉着打 但是她现在有点后悔说刚才的话 如果自己求求你 说不定你会给食物救救妹妹 因为妹妹对她来说比自己并重要 你见实际到来 果断地说道 我可以你给你食物 我这里还剩一件 咱们三个人吃 还能坚持一两天 安哥看到你把全部食物拿出来 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觉得你肯定有所图 什么代价 需要我做什么 我没有任何要求 我可以主动出去找食物 然后分给你和你妹妹 相信我 我肯定能养活你们两个 为什么对我们俩这么好 因为我喜欢你 我从刚住进来 就喜欢上你了 安哥愣住了 他想过很多种可能 你会威胁他做什么事情 但是唯独没想到这个结局 我这么说 可没有逼你的意思 我也是有人格的 我只想要你心丹情愿地和我在一起 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自己都觉得恶心 虽然你对安哥有好感 但是说出这样的话太违心了 没办法为了系统任务 教你一招 恋爱中别迷失自己 清醒的你才是恋爱中的主导 安哥突然感到有些混乱 但他接下来的回答 直接让你预办 过日突然降临 邻居美女敲响你的房门 你本以为对姐姐安哥的告白失败了 可下一秒 安哥居然亲口说 其实我也很喜欢你 你都有些猛了 这妞竟然会喜欢我 难道这就是系统的加持 要不然你这个走在大街上 都要脸朝地的男人 怎么会得到安哥的青睐 你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小哥 你听到系统的声音喜出万万 站在原地傻笑起来 而一旁的安哥也猛了 以为你梦想照进现实那颗人傻了 柱子 你人没事吧 你是不是兴奋地傻掉了 你赶紧收住笑容 真怕安哥把你当傻子 没事 我就是太开心了 这些食物你俩拿去吃吧 以后你俩我就名正言顺地照顾了 说完你让安哥把食物都拿走了 你这边自然不用担心 超出常人三倍的体质 再加上无限发手枪和空间戒指 目前来说搞点物资 那还不是随随便便吗 安哥走后你突然想到 如果他怀孕了 那不是还能得到更多的奖励 也能为自己老赵家传宗接代了 简直是两全其美 想着你拿出手机 给安哥发出信息 晚上来我这里吧 然后你就准备出门寻找物资 而姐妹俩的房间 安哥拿出一堆食物给安五 让妹妹赶快好起来 你吃点东西后赶紧休息 明天应该就好点了 姐姐那你去哪里 我晚上去隔壁 我就知道那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 请 都怪我 你都是因为我才这样的 不是的 他一直喜欢我 但一直不敢表白 他以后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找食物 他死在外面才和我表白的 就算是我不同意 他也会给我们食物的 晚上九点安哥来到你的房间 此刻他的内心是无比的忐忑 你一个人出去找食物太危险了 我和你一起 等稳定下来之后 我再那个好吗 不用你去 我自己就可以 我能养活你们姐妹 说着你就拿出那把手枪给安哥砍 他没有想到你竟然有这玩意 这下也放心起来了 那你来吧 第二天早上 你在客厅准备出去寻找物资 而安哥自然是还没有起床 因为你那常人三倍体质的存在 让他满是疲惫 正当你准备出门时 安武从房间出来了 柱子哥 你要出去吗 是的 我的出去找一些物资 要不然我们接下来几天 就要饿肚子了 你姐姐太累了 还没有起床 安武想到昨天晚上的撕心裂肺的声音 不好意思低下了头 虽然他没有经历过那些东西 但是看还是看过的 姐夫 你路上小心 我在家等你回来 我走以后门锁好 找点东西堵一下 除非是我回来了 不然别开门 知道了吗 你出门后便向附近超市走去 到达超市后 你拿出空间戒指 开始把货架上的食物装进去 正当你在哼着小曲收集物资时 你身后出现了一只小卡拉米 拎着一根棍子 上去就给了你一棍 要不是你体质出众 很可能就当场隔屁 你猛地回过头一看 竟然是当初那个黑心中间 刚才你看到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看到 真的 哥 你走你的 我什么都没看见 原来这家伙末日正好在超市买东西 由于是自动无人超市 这里仅就他一个人 凡是进来找物资的人 都会被他背后给闷了 你是第五个了 没想到你竟然没有被打晕 给你个机会 重新说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你一挥手 货架上的东西都消失不见了 哥 要我一命 我保重不乱说 有了我吧 我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你没有再给他废话 把所有东西都装进戒指以后 直接朝天上开了一枪 你相信这声音能把附近的丧尸吸引过来 至于那个家伙就不用你对付 你回到家里后 安家姐妹再等你回来 把食物都拿了出来 小哥 你放心 我会保护好你俩 和我们的孩子 哪里会有那么快 这几天是安全的 你一听傻眼了 合着昨天晚上白费劲了 但是转念一想 好日子还在后面呢 那我们就抓点紧 争取早点成功 刚刚我听到你开枪了 以后我跟你一起吧 你出去之后我太担心了 我跟着你 好歹有个照应 我也想了 可是你起不来床怎么办 就算你起来了 走路还得服装 那种事可不是每天晚上都可以的 要不然你会不行的 你确定 我倒要看看我怎么不行了 当你和安哥正在打情骂俏的时候 殊不知 隔壁的邻居已经盯上了 末日突然降临 你却意外绑定取妻多子系统 最让人恼火的是 如果你不怠美 系统就原地爆炸 无奈之下 你只好将目光对准隔壁姐妹花 你只想说一句 男人好难 正当你胆态之时 邻居姐妹花敲响你的房门 柱子 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就是小五晚上睡觉害怕 以后能不能一三五我在你这里睡 二四六我去陪着小五 至于周日怎么安排 评论区大佬说的算 可以吗 你看着安哥那乞求的眼神 真是不忍拒绝 只好答应下来 正当你想着 周日是不是姐妹一起来的时候 隔壁老王已经盯上你了 原来是四个男的 由于晚上打麻将太晚了 末日爆发就被困在这里 我刚刚看到 隔壁那小子临着一大袋食物回来了 咱们这也没值得了 隔几个 你们怎么看 老王 你没有听到枪声吗 显然隔壁这小子有家伙 我们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看你怂的 我们硬的不幸还不能支去吗 我们动动脑子 想办法骗他把门打开 根本不给他开墙的机会 直接制住他 解下来吗 老王说的对 接下来他的食物是我们的了 隔壁的姐妹花也是我们的 有了墙 以后小缺还不是我们说的算 四个人商量好以后 就开始准备行动 他们首先来到左邻居的家里 因为住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 名字叫纪月童 里面有人吗 我们是救援队的 海下门 一听是救援队就马上打开门了 可是没想到看到四个大海 他一下就慌了 给我老实点 不然我让你好看 我告诉你 接下来这么做 老王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教他如何装可怜骗开门 完了之后还恶狠狠的威胁 你帮我们抓到里面的姐妹花 我们就可以放过你 要是你失败了 恨恨 以后我们四个 纪月童无奈只好去敲你的房门 可是敲了半天都没有人 正当几个人大失所望之时 你从里面开了一个门缝 你是谁啊 我是隔壁的邻居 我饿得实在不行了 你这里有吃的吗 能不能给我一点 纪月童边说话边向你识眼色 告诉你他身后跟着人 老王四人之所以没有贸然行事 是因为他们看不到你手里 是否拿着家伙识 你看到纪月童的眼神 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就打开门 可是纪月童看你手里没枪 就贸然打开门 心想这次是把你害了 当门打开以后 老王见你手里什么都没有 直接从墙边走了出来 女人庄庄可怜就浑了头了 台门连墙都不带 兄弟们上 而你则假装没有听到老王的话 直接对纪月童说道 行进屋 我拿东西给你吃 老王看到你的态度后 直接怒了 把我的话当放屁 你是怎么做到的 兄弟们 拿下他 房间里的就都是我们的了 正当老王几人准备对你进攻时 你则直接从怀里看 房间里的纪月童听到了 四声响声 就知道你把他们拿下了 你回到房间后 看着纪月童笑了起来 你很聪明 要不是你给我打暗号 我恐怕就招他们的到了 我给你拿点吃的 这时安哥听到响声后 也从房间出来了 你拿出食物递给纪月童 你之后准备怎么办 有什么打算吗 能有什么打算啊 吃饿这些东西 在房间等救援吧 我一个人也不敢下楼 只能这样了 这时一旁的安哥 看到可怜的纪月童 忍不住发话了 别想着救援了 现在这种情况只能靠我们自己 要不然 纪月童也听懂安哥的意思 可是他内心还是有点抗拒 因为你已经有姐妹俩了 再加上他会不会 可是如果不接受安哥的建议 自己就会饿死 无奈只好同意了 柱子哥 你想要别墅吗 我是做房产的 我知道有一个别墅没人住 那个人还是出国了 隔一段时间还委托我打扫一下 里面家具什么的都齐全 你一听瞬间来惊什么 这末日得找个庇护所了 要不然这样住在单元楼太危险了 像今天的事情肯定还会发生 丧尸什么的都不可怕 什么最可怕 人心呢 过日突然降临 你被困在家中 意外获得取妻多子系统 正当你琢磨如何取妻之时 邻居人气敲响你的房门 柱子哥 我们什么时候去别墅 你看着纪月彤这一身短裙 眼睛不由自主的上下乱描 纪月彤发现了你的异常 脸瞬间红了起来 我们现在就去 先去那边探探路 如果没有什么危险 就抓紧时间搬过去 说罢你和纪月彤便出发了 可是刚到小区门口 就碰到几个寻找食物的人 我叫陈子波 住十二楼 现在准备去找食物 这个陈子波看起来非常友善 估计也是想着人多力量大 想要让你加入其中 你要出去吗 可以跟在我们后面 这样安全一些 那谢谢你了 就这样你们几个来到了超市门口 当陈子波准备进去时 你却直接叫住了他们 因为你知道超市被你收集空了 超市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我建议你们去别的地方找找 一旁的男人听到你的话 瞬间露了起来 本来他就对你跟在他后面不满 现在你又阻挠他找食物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便利店那么多东西 怎么可能一点不剩 这萧总肯定是你编的 好吧 信不信随你 反正我提醒过你 说完你带着纪月彤离开了 因为去别墅查看要紧 三个小时后 等你从别墅那边查看回来 发现小区门口 陈子波在那里等你 陈大哥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就是想和你交个朋友 希望你可以同意 另外我想问一下 超市的东西是不是你都搬走了 交朋友没问题 至于超市的东西 我只拿走了一部分 我先上去了 以后有机会再聊 其实对于陈子波 你对他也是蛮有好感的 毕竟漠视了 还能这样做人实属无益 等你走后 陈子波旁边的人说道 哥 电力店的东西都是被他拿走的 那么多东西 我们要是能拿到手里 够我们吃多长时间啊 小王 我不做忘恩负义的事情 此事不要再提了 铁柱这人还是不错的 以后大家就是朋友了 尤其是你 别再惦记人家手里的东西了 知道了吗 他这个小弟小王没有办法 最后只能同意 你和纪月彤回到家后 发现安哥安无姐妹 正在客厅等待你俩 我看了看 除了地铁站附近 丧尸多一点之外 大陆之上丧尸很少 危险系数也不大 我觉得咱们明天就可以出发 三个女生听到后 也是欣然同意 晚上八点 你正准备出门时 发现安无和纪月彤在沙发那坐着 我出去有点事 你们休息就行了 那会不会有危险 要不我和你一块去 小五 你要相信柱子哥 你要真不放心 我和你姐夫一块去算了 小五 你还是去陪陪你姐姐 让纪月彤陪我去吧 你之所以点名纪月彤 因为你发现他好像有话对你说 刚出门你直接问 你有什么话想说 直接说好了 到了郊区别墅之后 我就没有价值了 你那时候肯定不会保护我了 对不对 你没有说话 就算是默认了 末世之中一个庇护所 抵挡不了人心的险了 我就想知道 我付出什么 你能保护我 得到你的人 也得到你的心 纪月彤一听这话 非但没有反感 还表现得非常自然 那就这么说定了 到了那边之后你保护我 而我就属于你了 我这人不喜欢逼别人 你和我在一起 有心甘情愿才行 你也没有办法呀 毕竟系统的规则在那放 末世之中 找人必须找那些心甘情愿陪你的 正当你和纪月彤走了 却发现不远处 陈子波的那个几个小弟 好像在密谋着什么 带头的是小王 他们的大哥陈子波不在 于是你偷偷地走近 听听他们的秘密 星辰的太迂腐了 那个铁柱就一个男的 不知道星辰的在怕什么 一会我们去照铁柱家里 把他们的物资抢走 到时候他肯定去找星辰的麻烦 我们几个换个地方住就行 你听着小王的计划 这明显是要陷害他们的大哥呀 陈子波这个大哥当的太失败了 其实这也情有可原 你觉得陈子波不仅讲义气 最主要的是心软善良 碰到各有一心的小弟 肯定拿捏不了 你也没有废话 直接拿出手枪 替陈子波 当你和纪月彤回到家后 却发现安武用一样的眼光看着你俩 他先是上下打量了你一番 没有和纪月彤亲热的痕迹 你这丫头在想什么 我们就出去这一会儿 你怀疑个什么 是怀疑我的能力吗 安武听到你的话后 脸瞬间红了 姐夫 你说什么呢 男人一晚要换99个女人 不是因为自己太哇塞 而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走心 正当你在懊恼大哭之时 邻居姐姐来到你的房间 铁柱 我觉得我能和你走心 我妹妹安武也可以 因为姐妹的心事相连的 你一听好家伙 安哥是准备和妹妹安武一起 但是你清醒思考实际味道 我觉得有你一个就够了 小五妈 希望她找到自己喜欢的人 果然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但是你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吗 不知道 是什么 女人的唇 勾人的魂 说吧 房间灯灭 五个小时后你睡着了 说到这里 评论区给老弟打个666 懂得的大佬都打了 第二天一大早 你带着安家姐妹和姬月彤出发了 这次你们要搬到别墅 可是到了以后你才发现 这不是单栋别墅 而是一个别墅群 它的名字叫做希望城 而且在末世之中 这个别墅群的大门口还有保安 你们是哪栋别墅的 希望城16号的业主 姓名姬月彤 你们可以查询一下 你一听这话感情自己上当 原来姬月彤并不是什么中介 而是一个妥妥的小妇婆呀 尊位的业主 欢迎回家 请问有什么要帮您的吗 他们几个都是我带来的人 需要给他们验证一下 以后方便出入 好的 这是您的权利 看到保安的态度如此谦虚 你不自觉地想到自己前世小区的保安 一个个跟大爷似的 好像谁欠他们一样 整天就知道跟业主对着干 妥妥物业和开发商的狗腿 言归正传 你们几个到别墅之后 安哥安武负责整理东西 而你则来到姬月彤的房间 想知道其中的原委 你难道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好吧 我摊牌了 我不装了 我是一万富婆 让我保养你吗 你看到姬月彤的样子 脸瞬间黑了下来 因为你不想被欺骗 也不想当别人的棋子 姬月彤看到你的脸色以后 急忙说道 好了 不给你开玩笑了 我真的是这栋别墅的业主 但是在希望城有个规矩 在这100栋别墅里 别墅的拥有者 不可拒绝别人的挑战 若是别人挑战我我输了 就得让出别墅的使用权 希望城的城主不养废物 所以这也是你让我过来的理由 是的 我要让你作为我的男人 来守护这个别墅 还有我 你看机会来了 果断开启表白 系统的任务可不能忘 月彤 你愿意嫁给我 做我的妻子吗 你这人真奇怪 末世之中 别人都是只想发泄 而你偏偏喜欢玩真心这一套 我愿意嫁给你 只要你能保护我 恭喜 您迎娶了一位妻子 您的家族更加繁荣了 您获得以下奖励 超反木板觉醒宝石两个 你没有管系统的奖励 而是直接开始本色出演 两个小时以后 你来到客厅 发现安家姐妹都在 安武怒视着你 安哥眼眶通红 一双美目伤感地看着你 红唇抿着也不说话 似乎在等你的解释 姐夫 你太过分了 和我姐在一起才多久 你就和季月彤 其实是这样的 季月彤这个女人秘密太多了 若是不这么做 我根本不敢信任她 她稍微有点歪心思 就能把我们坑死 安家姐妹听到你的话后 你没有再过多解释 直接抱着安哥上楼了 男人怎么做才最有说服力 实际行动不服就干 最终安哥的理智完全消失 三分钟以后 你悄悄地来到自己的房间 开始查看系统奖励觉醒宝石 两颗宝石 一个紫色一个金色 你直接把紫色宝石吞了下去 下一秒你感觉全是 不知道何处 藏来了空灵的容忍之上 你看着自己的变化 似乎已经明白了 自己觉醒的模板是什么了 神龙解忆 这绝对是觉醒界扛把子的存在 当你看到金色的宝石时 就冲这个颜色 觉醒的技能也绝对是 独一档的存在 过日突然降临 邻居妹妹敲响你的房门 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 你姐姐安哥呢 姐夫 我一个人不行吗 非得我姐姐也得一起来 不是不是 其实我是有事情和你们商量了 现在末日助敌也有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一下计划 这也是我叫你们来的原因 正当你和安武探讨未来时 别墅门口出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纪月彤 我是来挑战你的 因为接下来我要接管16号比数 你赶快出来应战 你听到声音后赶忙出来了 纪月彤安家姐妹在你后面跟着 你到门口一看 一个男子带着四个小弟 纪月彤你可以啊 还知道找个男的替你守护别墅了 纪月彤慢慢走到你身边 对你低声说道 这家伙叫做李川 编辑我的别墅很久了 城主规定发起挑战一个月内必须应战 之前我跑出去躲着他 现在只剩下最后两天了 没想到你这个男人厌服不起啊 不仅有纪月彤这个美女相伴 还有如此颜值的姐妹花 你们放心 等我接管了别墅你们可以留在这里 这个男人必须管 是吗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正在这时 一个身披白色大褂的人出来了 原来这个人就是希望城的神秘城主 既然你们要比拼 那就快点开始吧 我看完还能去斗地主呢 那好 既然城主发话了 那我就不会手下留情了 别废话 你们几个人是车轮战呢 还是一起上 李川听到你的话 眉头不禁拧成了川字 哪有这样侮辱人的 心想接下来他会让你后悟 不过当你龙明身 几个人被当场震退 就连一旁的城主都很惊讶 三分钟后 几人也从此消失了 守住16号别墅以后 你发现一个问题 现在是你一个人强并不行 必须让他们三个也强大起来 才没有人敢基于你们 回到客厅以后 你直接拿出那颗金色的觉醒宝石 这个是觉醒宝石 这东西我有两个 我自己已经用过一次了 你们商量一下 这个谁用 三个人商量过后 最后这个宝石给安哥用 于是你让安哥直接把宝石吞下 安哥体内一阵躁动 三分钟后终于觉醒成功 安哥 你觉醒的是什么属性 我觉醒的模板是风舞者 我可以自由控制十米之内的风速 并且依靠它还能提升速度爆发力 就是有点类似风女的属性 这个属性不错 但是你要记住 尽量避免近身作战 你和清哥一个远程射手 一个近战肉坦带控制 若是配合起来威力更大 安哥整个下午的时间 都在练习自己的技能 到了晚上回到房间彻底不想动 但是你却激情满满 你怎么一天到晚竟想着这事啊 非得把我折腾得没力气才行 是吧 你肚子也没个动静 咱俩谁不行啊 那谁知道啊 要不你找其他人试试 可是安哥的话音刚落 系统的声音就出来了 恭喜 您的妻子安哥有了身孕 您的家族会更加繁荣 奖励侦察之心一个阴阳法还一个 原来你个小妮子早都有了 而且还不告诉我 是不是故意的 现在不是默示了吗 我不想你那么分心 本来想等稳定以后再说的 那好吧 说完你就打开系统 查看奖励说明 侦察之心 宿主手握侦察之心 可以查看侦察之眼监控画面 阴阳法环 可以发出因或养两道法力 因法力具有伤敌功能 养法力具有治疗功效 你看了看这两个奖励 觉得系统还是不错的 最主要的是你们老赵家有后了 这一晚真的是无事发生 第二天一大早 希望城的城主下达了城主令 我囤积了大量的蔬菜和冷鲜肉 只要贡献点就能兑换 而获得贡献点的方法 猎杀丧尸 每个丧尸一个贡献点 你听到城主令以后心中一动 虽然你不缺食物 但包装食品吃得自己都恶心 而现在安哥还怀了孕 得给他整个好东西不易 于是你对他们三个说道 我打算出去杀丧尸 得到一些贡献点 换取蔬菜和鲜肉 小哥怀孕俩得吃点好的 那你也带我去吧 毕竟我觉醒了风之力 可以远程给你一些帮助 你听后觉得也可以 但是你还是有后顾之忧的 希望城安全吗 若是再有人来挑战 该怎么办 有城主昨天城里都是安全的 我们只要在家里 就没有人敢进来 有人挑战的话 而且手里还有侦察之心 可以随时查看家里的情况 有事情也能随时回来 于是你带着安哥便出发了 过日降临 拥有开挂系统什么体验 一个字 太表 颜值90分以下的女生 你都不会给他看起眼的机会 此刻你带着安哥准备出门整积分 你到门口后发现保安在那里等候 朱先生你好 城主专门为出去杀丧尸的人员 提供车辆 你一看这车的质量 果然是杠杠的 估计开车硬撞也没啥事 于是你拿着车钥匙 带着安哥就出发了 一上午的时间 你和安哥转站好几个地方 挣了45个贡献点 这个把安哥激动坏了 一个贡献点就能兑换 一斤鲜肉或者是一斤蔬菜 我们这一上午的努力 能换好多吃的 这才哪到哪啊 以后我就怕城主的物资 不够我们兑换的 那边有个便利店 我们到那去看看 有物资没 你和安哥进去便利店以后 迅速地收集了里面的物资 正当你俩准备走的时候 你身后有人叫住你俩 你 你们不要走 把我们的东西都还回来 你扭过头一看 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 满脸通红看起来很是狼狈 这时跟在他后面的女孩也出来了 双胞胎 你俩长得一模一样 你们把东西给我留一点好不好 都带走了我们什么都没了 他们的确是一对双胞胎 一个名叫穆小雅 一个叫做穆小慧 还都是大学生 趁着假期在便利店兼职 结果突然末世降临了 小哥 你记得我曾经在咱们楼下 也开过枪吧 就是我去便利店那一趟 有人看到我的空间戒指了 所以我不得不 双胞胎一听直接吓坏了 本来还想要点食物 现在不会命都搭进去吧 我们什么都没看见 我们不会乱说的 求求你们 安哥也是有些为难 他本意是觉得杀了不太好 但空间戒指这东西的重要性 他也不想留下这么两个风险 最后做出了决定 既然你担心他们泄露咱们的秘密 要不这样 把他们带回家 我们时时刻刻的看着他们 这样我们的秘密就不会被泄露了 其实你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你却不能这样说 毕竟懂得人都赌 这么娇滴滴的双胞胎 自己怎么忍心呢 看视频的你是不是也觉得有理 评论区打出666支持一波吧 好人一生平安 那好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也只能答应了 你答应得很勉为其难 但心里缺了开花了 一下午的时间 你俩又整了几十个贡献点 一天下来总共完成77个 当你们回到小区领取贡献点的时候 周围围了一大堆人都是来兑换的 73号主户 猎杀丧尸22个 兑换贡献点22点 顿时周围之人一阵惊呼 刚开始就这么猛 羡慕啊 我今天才杀了两个丧尸 这哥们确实牛 面对周围之人的惊讶之声 73号住户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神色 认为自己绝对是今日的状元 可是他没想到的是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你走到兑换处开始兑换 工作人员看到后满脸震惊 柱子大哥 您这是捅丧尸窝了吗 16号住户猎杀丧尸77个 获得贡献点77点 兑换蔬菜和肉类去哪里 那边有一个科技仓库 里面什么都有 到那就可以直接兑换了 好的 谢谢了 你到达科技仓库后 把贡献点全部兑换了 因为在末日还是食物在自己手里最好 毕竟那些兑换点是城主给的 他说不能就不能了 您说是这个脸吧 回家以后 这个时候一个尴尬的问题出现了 这一大家子一共五个女人 竟然没有一个会做饭的 反倒是你这个大佬爷们厨艺最好 这样可不行 你不会我还不能教吗 小雅 小慧 你们跟我去厨房 我教你们做饭 以后做饭的事情 就你们来负责了 梁姐妹一听也很高兴 只要他们有存在的价值 就有活下去的希望 正当你在家做饭时 有个人正在家里火冒三丈 这个人叫罗金星 是希望城小队的队长 原来希望城有五个小队 是城主用来维护城内治安的 但是城主上次见到你后 对你的实力非常认可 就让你成为队长 老子的队长直误被人顶了 由于这些天他外出了 没想到刚回来就听到如此消息 为什么被顶的是他呢 冷静 冷静了 咱们还是从长计议吧 据我所知 城主可是很看好他的 我不管那个 城主只喜欢强者 我只要宰了那小子 城主肯定不会怪罪我的 16号别墅 罗金星听完后 迅速来到你的别墅门口开始叫嚣 周围也有很多围观群众 罗队长是练家子会武术 不知道16号能不能守住自己队长的位置 我看有点先 毕竟咱们希望城的队长 都不是吃干饭的 可是让众人都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他们始料未及 A人末日都是搞物资 你这个狗老六却要躺平 没办法谁让你有个开挂系统 你来到希望城以后 有人看你身边女神太多而不顺眼 直接跑到你家门口叫嚣 罗金星前来向赵铁柱发起挑战 还请出来应战 就你要挑战 是吧 那好 快来吧 速战速决 打完我还要回去 搂着老婆睡觉呢 一旁希望城的城主站了出来 说起了挑战的规则 他要挑战你 按照规矩你不能拒绝 想要守住你的别墅 你可以打败他或者杀死他 你同意以后 就准备和罗金星比武 可是没想到的是 罗金星开始之前 竟然吃掉了一瓶药剂 一旁眼尖的吃瓜群众看出了猫腻 这半石药剂 不用厚实力提升好几倍 这下铁柱可是宣了 不用完药剂后 罗金星拿出自己的武器一把长剑 就准备与你决战 正当他加速向你冲来之时 你直接抬腿一脚将其踹飞 小哲 你什么兴师动动的过来挑战 不就就这么点实力吧 罗金星休脑成怒 我可以宣布他已失败 从今天起搬出希望城 他的房子也归你了 你也是小队队长 罗金星没有办法 自己既不如人 能保全自己的性命 已经要感谢你手下留情了 现在你坐拥两套房 可谓是前途无量 你也没有想到 墨世前自己因为买不起房子 被逼和女友分手 现在居然形势大反转 你们几个回到客厅之后 你就开始了下一步的安排 不久后 丧尸会攻击人类 在这场危机中活下来之后 马上就会迎来一个月的极度低温 和一个月的极度高温 这样吧 就住这里没必要搬家 回头把五栋租出去 咱们不取食物 租房的时候只要贡献点 贡献点在希望城的货币 到时候我们用来购买超凡物品 纪月彤畅想着美妙的未来 眼睛几乎都眯成条缝了 你也觉得有个这样的管家 自己需要考虑的事情少多了 月彤啊 关于怎么租房 咱们得好好研究研究 要不去你房间 你突然看向了纪月彤 脸上挂着一抹神秘的微笑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话 其实你是故意的 安哥脸皮本来就薄 他哪里受得了这个呀 必须让他习惯一下 要是一个纪月彤都接受不了 以后如何接受安五 还有双胞胎姐妹 说吧你直接抱着纪月彤去房间了 另一边的双胞胎姐妹都看傻了 小雅 铁度哥哥不是和小哥姐姐才是情侣吗 怎么和纪月彤那么亲密 小慧 你是不是傻 我似乎知道 为什么把我们带回来了 为什么 这么说来 小五姐姐也是她的女人了 那我们以后岂不是 我就知道 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 两姐妹对视了一眼 发现对方眼中都流露出一种任命的神色 你都没有开始攻略她俩 穆小雅穆小慧姐妹就已经任命了 第二天早上你从纪月彤房间出来 看到双胞胎姐妹已经准备好早餐 看着味道还不错 哥哥早上好 早上好 看着还不错 看来把你俩带回来是没错的 我们会好好干的 请哥哥放心 你看到一旁的安哥正在吃饭 就走到旁边 来给我吃一口 怎么 昨晚没有吃饱 给你吃吧 安哥拿起桌上的食物 开始给你吃 看来安哥已经慢慢适应了 吃完饭你又带着安哥出门杀丧尸 有了昨天的经验 安哥再也没有了不是 和你配合起来效率很高 到了贡献点兑换出一数 竟然比昨天收获还要丰富 16号住户击杀丧尸91只 兑换91贡献点 一旁的围观群众之中 有一位忍不住了上前问了一句 张队长 有什么绝窍吗 还请传授一下经验吧 顿时所有人都看了过来 并把耳朵竖起 全神贯注地听着 你们真有意思 杀个丧尸而已 哪有什么诀窍 有手不就行了 此时众人的表情是厌恶的 同时心里暗骂 马得让这孙子装到了 你们这样看我干什么 这些丧尸不是我一个人杀的 谁能杀这么多啊 那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跟我老婆合作杀的 只要配合默契 效率就是快 众人心里又是一阵暗骂 秀恩爱 死得快 你觉得这不秀恩爱合适吗 合适打出666 不合适打出55 评论区说出你的答案 回到家里后 季烈彤赶紧走了过来 今天我在武东门口贴了广告 已经有人在咨询租房子的事情了 你觉得一天两个贡献年怎么样 你是不懂希望城的物价了 直接说道 你决定就好 有了这个小管家 自己操心的事情 确实少了很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Departme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